Hello,大家好 我们来看这个开关电源的电路板子上面 有两个电解电容器 对于两个这种滤波电容器构成的电路 如何测试它的310V的电压 其实我们只要测试上下两个电容器的正极和负极就可以了 也可以单独测试一个 测试一个上面的电压就是310V的二分之一 也就是一半 就是153V 那么两个加起来就是310V 这是两个窗联电路 对于这种窗联在一起的电解电容器 它的目的是提高它的耐压值 提高耐压值 我们记住 它的耐压会提高 那么下面我们来测试一下 对于两个电解电容器构成的这个滤波储存电后的电路 它的310V准确的电压值 好 首先我们通电 插上我们的管轿泡 如果短路那么它会亮红灯 我们维修神器 一定要用这个设备 一定要用这个设备 去测试 里面的电压值 好 我们印路电压 这上面就有 200 210V输入了 打开 挂蓝表 把功能键 不到1000V 1000V大于310V 所以完全可以升了 这是V 一条直线 表示直流电压档 你不能不到这里来测 这是测交流的 上面这个才是测直流电压档 好 我们看 先测一个 确定一下 我们看 这个一个的电压 就是310V的一半 对吧 好 那么上面这个呢 应该也是一样的 也是150多V 那么上下两个电极 那就是310V了 现在我们测的 就是上下两个电极 这就是310V 你学会了吗 更多的电路知识 请点击 装栏里面的 课程 全面系统提高 好 我们下期再见 好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